小貨車停在路接冒大火 火勢不僅延燒到隔壁車道 還發出像是物品在轉動的怪聲 車主跟乘客及時投跑 一邊看大火吞噬貨車一邊大喊 就是那個傳動軸那邊有雜草一堆 都已經嘎嘎嘎都拔不下來了 貨車上路前就已經一堆雜草 卡在傳動軸 以為沒事硬開 開到一半 火燒車 消防人員趕到 拉水線滅火 整輛車從底盤開始燒 很快就燒到了座位區 座位區火勢 燃燒劇烈 那個雜草燒起來了 我的好運 貨車被燒到整輛焦黑 車主大呼還好人平安沒事 這起火燒車在10號的早上10點 國道10號東向19.2公里 燕潮系統路段 車主發現底盤起火燃燒後 立即停靠外側路肩 是底盤有雜草所以火燒車嗎 好死不死 用到那個線皮 線皮可能好死刮到 刮到後運氣好一點斷掉 運氣不好一點 短路到 是距離非常非常低的 車有些線路它本來就 線皮的部分本來就 比較慌慌不太好 火燒車主要就是線路有問題 或是同時也漏油 保養廠判斷 雜草導致火燒車 很可能是老車或改裝車 比較容易發生 也可能還會伴隨異音 另外全動軸 捲入大量雜草後 因為這個位置臨近 車輛的排氣系統 單車輛行駛時 排氣系統中的 觸媒轉換器 工作溫度可以達到數百度 高溫引燃雜草 形成的火災 加上了漏油 就會讓火勢更大 保養廠提醒 傳動軸不可以有雜草 或是捲入其他物體 還上路 不僅危險 火燒車的機率也會提高 東神新聞 他輝恆在高雄報導 開始吧 開始了